你知道吗?飞机的发明是仿生学的重要时间 飞机能上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一对类似鸟类的翅膀 我们称之为记忆 自古以来,人类就向往能够像鸟儿一样翱翔蓝天 不得不说,飞机的诞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1903年,莱特兄弟造出了第一架依靠自身动力飞行的载人飞机 实现了人类飞向天空的梦想 尽管在一百多年前,飞机就飞上了天空 但是,至今人们都不清楚飞机为什么会飞起来 即便是最小的客机也有着几十吨的重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靠发动机的推力来保持可控的飞行 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就需要靠飞机自身的设计来弥补了 其中飞机的机翼就提供了大量的生力 因为机翼大多都是仿锤形的 并且它们的表面还有着一些凸起 这也使得上下两面的气体流速产生了差别 正因利用了这样的压强差 才为飞机提升了不少的生力 跑车的设计就是一种类似的原理 这也是为何跑车的底盘会如此低的原因 当然除了飞机记忆的作用之外 飞机引脚也为飞机提供了不小的生力 这也都是无数科学家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的结果 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各式飞机 都是用笨重的金属做出来的外壳和各式配件 质量最轻的也得半百吨 质量重的要达到两三百吨 外加所要承载的货物 总重量还将更大 有着世界最大运输机之称的安225运输机 今年正式加入抗疫行动中 它将往返欧洲多国和中国之间 运送人道主义救援和医疗物资 175吨自重 200吨顶部载货重量 仔细观察鸟的翅膀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具有与飞机记忆相似的一个形状 因此你要展开翅膀 即使不扑打 也能在空中滑翔而不会跌落下来 其道理与飞机获得生力的原因是相同的 因为重力的存在 地球上的物体想要脱离地面往上飞升 必须要获得一定向上的生力 克服自身重力来实现 的确 有空气存在就有阻力 因为空气的存在 飞机飞行中克服阻力 才导致机翼的上下气压差带来了生力 但实质上阻力带来的生力 不能充分说明飞机的飞行原理 飞机的飞行原理实际上跟飞机的计时速度有关 可以说 只要达到一定的速度 即使不存在阻力 飞机一样会飞行 著名企业家IOK 言论创始人布雷斯曾打趣地说道 在风口上 猪也能飞起来 总之 飞机向上飞的动力来源 核心秘密在于记忆的设计 记忆上下表面并非平静的 下表面是平的 而上表面具有一定的渠度 这样飞机向前快速运动的时候 上表面空气的流动速度快 下表面空气流动速度慢 根据伯努力原理 流体流动速度越快 压强越小 流动速度越慢 压强越大 所以记忆下表面的压强比上表面大 在这个压强差的作用下 记忆就被拖起上升了 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了 伯努力定理的正确性 尽管实际表明在弯曲的表面上 空气流动的的确更快 但是伯努力定理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会在记忆上表面 出现空气流动加快的现象 其次 伯努力定理也没有说明 为什么高速流动的气体 会形成更低的气压 而不是更高的气压 飞机的主要动力源是航空发动机 这是飞机动力的唯一来源 俗称飞机心脏 为飞机在地面滑行达到 起飞速度提供推力或拉力 发动机进气道吸进空气 会经过压气机一级一级的压缩 变成高压空气送进燃烧室 大量燃油在燃烧室内充分燃烧 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 在经过多级涡轮增压后 高速喷出 产生一个反推力 推动飞机向前运动 这一根汽车涡轮增压的原理差不多 同样大小的气缸里 喷入更多的燃油和更多的空气 燃烧产生的能量就更大了 只不过飞机的增压要比汽车强悍得多 飞机升降多 又称平尾 驾驶员通过操纵平尾 使飞机产生一个抬头力举 通过发动机推力及机翼的生理 来带动飞机飞上蓝空 有层不难得出 一个物体要想飞行 首先自身要有一定的动力系统 其次要从空气中借助向上的推力 飞机要想飞上天空 也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 比如飞机的动力系统 它就是自身所携带的发动机 发动机靠燃烧化学燃料 来给飞机提供动力支持 飞机机翼的设计 可以帮助飞机能够借助空气 获得一个向上的推力 机身的流线型设计 也有助于降低飞机在空气中 向前飞行士所受的空气阻力 可能说到这儿 朋友们还会懵懵懂懂 接下来根据实验来揭开其原理 国外有个小伙根据飞机结构 自己折叠一架纸飞机 然后将其固定到铁丝上 接着便拿了一台春风机 在正前方给它源源不断的锋利 在图中可以看到 这架纸飞机不仅没有被大风吹落 还会随着吹风机的上下移动而移动 当吹风机匀速上升时 飞机便可借助风力 随吹风机一起缓缓上升 其实这就是气压叉起到的作用 但如果吹风机对着底部吹时 飞机就会瞬间失衡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赶紧和身边的小伙伴 分享这些小知识吧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技科普的朋友